另外 东华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毕业专题成果展 19号也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 今年一共有13组相当精彩特别的专题分享 充分显示同学们在东华大学的研究学习成效 管理学院的院长许芳明表示 随着科技的进步 年轻人也发挥创意的头脑 研发出让生活更便利的城市系统相当值得肯定 随着时代变迁科技进步 越来越多城市系统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又有趣 国立东华大学资讯管理学系109年毕业专题发表 就有相当多具有创意的新点子 今天是我们东华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毕业成果发表的日子 今天有非常多的有趣的话题 包括我们可以在电脑上面养我们的宠物 更多的呢现在因为有结合到一些深坡或者说脑坡的一些装置 因此我们可以开始训练让我们的想法去推动车子 让我们的这个人跟机器可以做更多的连结 这也是我们资讯科技在这个时代能够对于我们社会 对于我们生活有很多帮助的地方 那这也是我们东华大学资讯管理学系的所有同学 他们在努力的方向 那期待我们的生活可以因着与资讯科技的结合过得更好 今年度的毕业专题共有13组成果 同学们一一上台简报分享 有游戏娱乐类 生活旅游类 虚拟时光机 应用系统类 智慧家庭应用类 还有可以用脑坡控制车辆的意念智能车系统 同学们创意无限 成果卓越 大学4年的学习成果就在这场毕业展当中完整呈现 这里会幻视报道